以前的时候我们要坐高铁去那个北京啊是哪里的都要去维方 然后那个坐飞机的话是要到棚来 就是莱州没有一个自己就是对外的一个交通枢纽 现在这个莱州站建成了之后 对我们莱州市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福利吧 10月21日新建维方至烟台高铁开通运营 维方北站至莱州朝远烟台站间最快24分钟 34分钟78分钟可达 莱州朝远市接入全国高铁网 进一步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互联互通 从今年7月份福利安高铁连条连市启动以来 我们进入连条连市小组按照实验要求 共计开行实验列车1681列走行近16万公里 运行累积1045个小时 进行了最高至385千米毫升 17个速度等级的提速实验 通信信号和兼容性测试 就跟大积木一样能够有效的缩短这个时空时间 我们单个吨深的这个吊庄呢 还有定位缩短到了40分钟 单个衡量的吊庄和定位缩短了50分钟 这种工艺在国内的铁路桥梁是首次应用 极大的缩短了施工时间提升了这个施工质量 记者探访现场了解 维烟高铁起自维方市昌义站 经青岛市至烟台市支服站 通过青岛至熔城城际铁路和相关联络线 分别连通至烟台站和烟台南站 通过维方至熔城高铁连通至维方北站 线路全长237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于2020年12月开工建设 我小时候第一次通过铁是 应该是16年左右 当时在青海那边 然后当时我就感觉 青海这么远的地方也能通过铁 当时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中国的线网到今天也一步发展4万多公里 每一点的增进 到最后就会汇成一张大的铁路网 到时候各种交通什么都会方便很多 维烟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沿海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山东省北部沿海地区 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 东街青岛至熔城城际铁路 西街维方至熔城高铁 路网地位十分重要